林委員長 委員長我想因為社會大眾其實一直對喬委會還是有很多的這個批評啦 那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那對喬委會的定位上面其實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所以我想我從幾個例子先來了解一下 到底我們的定義上面是怎麼樣子來做這個管理的 如果說一個在海外念書的這個在海外念博士班的一個台灣學生 他是領有本國護照的這樣的台灣學生 那他現在符合我們即將要辦理的這個 因為國慶的這個反國補助參加四海同心聯歡大會 推廣這個安心計畫服務櫃台 請這個衛生服務部協助他們去預約見檢提供相關諮詢 那讓他們體驗優質的這個醫療服務 如果是我們海外的這個留學生 領有我們本國護照他可以申請這個嗎 他應該不可以因為他不是僑胞 他是留學生他是學生 所以我想這個是第一個社會大眾一定會有疑慮的啦 可以得到這樣子的補助 大部分領有我們自己的護照的 旅外的這些學生 他反而沒有這樣子回來的補助 他沒有這樣子回來參加這些活動的這些優惠 那反而是不是本國級的人會有 我想這個就是第一個我覺得為什麼社會大眾會有一些不一樣看法的原因 第二個就是在9月20號我有看到一個教育部發布的這個新聞 那台灣師範大學主導的全球華語文教育專案辦公室接牌 要推動台灣品牌立抗中國孔子書院 教育部的這個國際師長楊敏林說要用8年的時間推動華語 希望達成學華語到台灣送華語到全世界的目標 我相信教育部在推動華語文的教育的時候 他前面一定不會有膚色的差別啦 一定不會說你要來學的話 看起來是黃總人亞洲人 就還先驗說有沒有華人血統 有的話回家祖宗八代排位拿出來看一看 有的話不好意思我把你送去喬委會你不是我管的 看起來比較顏色跟我們不一樣的 或是說是白人是其他的種族的 喔這就我教育部管了一定不會這樣嘛 那可是同時現在喬委會在這個新的這個施政報告裡面 我們推廣華語文教育又是很重要的這個要點 我想這個就是我們一直在講 一樣的功一直在做 而且教育部現在把它當成重點 八年計畫 教育部的資源一定比我們喬委會還要多嘛 那我相信喬委會一定有我們過去的經驗 可以累積來傳承告訴教育部說 其實這些東西在哪些地方哪些社區推動起來 這裡就不用聊天齁 我們已經有過挫折 這些地方是特別可以加強的 所以我為什麼說其實重複的功能 應該要整併也是這個原因 我剛才就講了 教育部他出去宣傳這個八年計畫 他一定不會有種族的這個差異嘛 所以說 我可能真的去看到人家這個是黃總人的時候 就叫他們真的回去把祖宗排位拿出來對不對 第三個例子是 我有收到 這個喬委會你們回給我們的一些資料 關於說現在整個東南亞幾個國家 他們會來使用我們的教材 或是最後會來當我們的喬生 進到台灣來念書的人 我看了以後其實 正是因為這一份調查 首先除了馬來西亞以外 大部分都不是選擇台灣 另外就是馬來西亞的這些 我們稱他為喬生的人 他會選擇台灣 委員長 你說他們選擇台灣的原因是什麼 我想這個跟委員報告 這個我們馬來西亞有61所獨立中學 那麼他們都是全日誌的中文上課 那麼這些都是我們的法僑子弟 那他們對於 因為在馬來西亞現在已經有6萬個留台校友 所以他們在馬來西亞已經位成一股非常好的一個 我們台灣在那邊力量呈現的一個社群 那他們都會 父母親都會告訴他們的子女 希望他們到台灣來讀書 那因為他們對台灣已經有一點感情 也對台灣很了解 這是第一個因素 那第二個因素就是說 基本上馬來西亞他們的學生 他們還是會跟兩岸去比較 他們覺得來台灣讀書 在自由民主的交易體制下來讀書 應該是比較好的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基本上來講 馬來西亞的學生他們還是喜歡來台灣求學 這樣子 所以我想齁 因為你剛剛講的這些理由 事實上在其他的這一些國家 包括像新加坡等等 應該都怎麼樣比較 也會覺得台灣比較民主自由嘛 怎麼會要去中國呢 但是為什麼只有馬來西亞是有這麼高 其他地方其實相對來講比例低了 我覺得原因 如你們給我的報告裡面寫的 就是因為馬來西亞長期它國家政策 它有一個排華的國家政策 所以在那邊我們的吸引力 如果你今天想要學華語 我們有某種程度的吸引力 要增加這個華文跟華語 文化上面語言上面的這個學習的話 但是這跟我們是不是稱呼他為僑 其實沒有直接的關係 這就是我要提的 就是我們也許在教育上面 我們有任何的能力 但其他地方我們也都稱呼他為僑啊 如果我們僑委會 稱呼這些國家的華裔的人 或是說有華人協同的人 都稱呼他為僑胞 這樣子就可以讓他們有認同感的話 顯然在東南亞國家裡面 只有一個地方有 其他地方他未必有 那這個地方有的原因是因為他有排華的傳統 這個政策上的傳統 不讓他們學習 所以我要提醒的就是 我剛剛前面舉幾個例子下來 然後最後這邊我要再強調 跟委員長分享 我想這一塊是 委員長應該要重新思考一下 就是喬委會的定位 就是我有收到這一份報告 裡面我有提到說喬委會 跟其他的部會重疊的部分 是不是我覺得 都很多工作都很重要 那但是應該可以跟其他部會整併以後 效果會比較好 才不會像剛剛我講 跟教育部的重疊的部分 那我得到的回應是說 這個舉例 就喬委會這邊回應的舉例是說 就像客委會 原民會 他針對不同的族群 所以他有不同的輔導業務 所以不會認為說 把客委會或原民會 都併入內政部 教育部或經濟部就好了 所以喬委會也是一樣 在海外的時候 他應該有他獨特的功能 那我想在現在新政府 尤其現在這個 總統剛對原住民族道歉 然後也開始說要實踐轉型正義 那包括語言平等法 也在推動的時候 我想這一塊必須要讓 所有的政府官員跟公務部門 我們都了解 其實設置客委會 原民會 他這個是世界上 對於族群跟文化 的這一個保留 跟保障所有的 例如說 聯合國的母語日 跟母語權利 例如說 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 例如說 兩公約裡面 就明定要保障少數種族的文化 跟語言權利 簡單的說就是 客委 還是原住民族文化 過去長期以來 因為一些不當的政策 受到打壓 然後所以 必須要有不一樣的部會 來去賦育他們 來去保障他們 來去還原他們 所以包括加拿大 紐西蘭 澳洲 其實很多國家 他針對他國內 曾經經過不公平的文化對待的 這些族群 有特別的部會 來保障他們 這個是有一個完整的 權利的體系 來決定要有這樣的部會 舉世皆然 但是我找不到另外一個國家 有說像台灣這樣 在外交上面 也沒有任何權利的體系的 這個引領跟邏輯的引領 我們有一個特別針對 特殊協統 而且那個協統是很粗糙的 那個協統是很 是很不精準 的這個業務範圍 這也是為什麼我一直認為說 我們在這個業務範圍應該要 我在這邊 上一個前 我問過前政府的這個委員長 我要在這邊再問一次委員長 是 那 4000萬的華僑裡面 包括蒙古人西藏人 維吾爾族人 歹人 滿人嗎 跟這個林委報告 4000萬的華人 基本上來講 是根據每個國家 他的人口的統計 我們統計來說 在某個國家 有多少華人 某個國家有多少 我知道 我跟人家說 一個蒙古人 一台祖宗排位出來 說他是蒙古人 他雖然住在美國 已經住了三代了 但是他最後找出來 也是蒙古人 住在烏蘭巴托 你會認同他是僑胞嗎 我不太會認同 對啊 所以最後你就會變成是漢人 對 變成是漢人 但是我們從台灣 原生住在這裡的人 不是只有漢人 跟我們有關係的人 不是只有漢人 甚至於現在很多人說 客人 喉嚨人 其實都是很多 是跟平埔族混血 所以我上次 在問前任的這個 主委委員長的時候 我有說 我們如果以台灣的人民 作為主體性的話 那我們的業務範圍 如果一定要用協統論 那僑委會變成 連這個四億的南島民族 都變成我們的這個業務範圍了 那更何況我們的南向政策 這些四億的南島語系的民族 是在這個東南亞國家裡面的 這個主要族群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不會是這樣 如果 我們剛才說的 蒙古人 藏人 歹人 越南人 這些是中國境內的 這些民族都不是 然後跟我們的原住民族 有血統關係的這些 南島語系也都不是 那我們僑委會 完全就是一個漢人 我們就是說它就是漢人委員會 那這不就是全球漢人 除了中國以外的漢人委員會 而且什麼叫漢人 北方漢人 南方漢人 又是不一樣的血統 那這個就會造成 我跟你說 現在局勢 我是不認為有任何另外一個 現代國家 的現代部會 有用這麼不精準 又粗暴的協統論 做為它的業務範圍 那我也都理解 長期以來我們的外交工作 我們其實仰賴很多 不一樣的喬社 那這些喬社不分藍綠 都幫助台灣的認同很多 但是它應該就是放在外交的架構之下 作為我們外交去 哪些人對我們友好 這些朋友 它有的可能是有華裔協統 說不定也有蒙古人是對我們友好 有可能有藏人對我們友好 有可能是南島語系的人 跟我們友好的 認同台灣 因為它講的話可能跟 那個跟達悟族一樣 所以它認同台灣 在這樣子的一個框架下 去推展我們的外交嘛 而不是我們有一個 漢人委員會 獨立於外交部以外 做全世界 漢人協統 而且你 人家祖公牌子 拿出來看 你也不知道到底是哪裡的漢人 這個是很不精準 我也認為在一個現代國家裡面 不應該繼續存在的東西 那我希望委員長 可以就這樣子大的架構 重新思考我們的定位 那也跟院長可以好好的討論 那有最好是有像盟戰委員會 這個委員長這樣子的擔當 他說他認為盟戰委員會 也是可以整併的 不管整併到文化部啦 或是外交部 或是這個陸委會 我希望委員長 可以朝這個方向去思考 謝謝 謝謝委員指教